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过去波音公司制造的飞机问题 主要出现在军用飞机 比如说鱼鹰V2-2偏转一飞机 它在使用中由于它的新技术太多 技术不成熟等原因发生过 就是在空中坠落 或者是掉零部件一些问题 当然这个鱼鹰偏转一飞机 是美国波音公司和贝尔公司联合研制的 这是军用飞机 但是近期波音公司的民用飞机 就是客机接连不断的出事 这个就导致了民航界乘客 对波音公司的怀疑度增加 对它开始越来越不信任 因为波音公司的品牌 是靠长时间的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和使用中打出来的 特别是民航客机 它要求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 其次就是正点 那如果不能保证安全 这就带来了最大的麻烦 就是没有乘客 没有用户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我想主要是从波音公司 它在经营理念和文化理念上发生了变化 因为过去它要打品牌 要搞竞争 是要以质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的 而后来就是它占领了市场 打出了品牌之后呢 它就把利润最大化放到了首位 那这样一来 它和对手在竞争的时候 那如果你把利润放在第一位 比如说这个波音737 MAX 就接连不断的出事 然后坠机不得不停飞 不得不检查这种设计 检查这个原因 那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就是空客 它的这个320这种系列呢 就是改进之后呢 比波音公司的737要省油 那波音公司随即就对它的737 飞机呢进行了改进 就是机翼面积啊 稍微的增加一些 然后呢发动机前移 这样可以省油 但是这样的设计的改动呢 导致了就是操作人员呢 不能适应 导致了就是坠机的实践 所以你看这个最初是从波音737 MAX 就是8型和9型10型 大概都属于是MAX这个系列的 出事呢 这个就没人敢订购 没人敢使用了 所以呢 这从设计问题上出了问题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从这个质量和维修装配上 因为它最近接连出的事故 有起落架掉 有舱盖 就是舱门呢 透露 还有就是 这个底下的这个盖板 或者是蒙皮啊 撕裂 然后透露 这个就属于是 质量啊 装配啊 维修的问题了 再就是呢 这个产品质量问题 因为它有专门负责 产品质量检验的工程师 起码这个工程师就提出来过 养气面罩有三分之一 或者是四分之一 不合格啊 养气面罩是机上的成员 每人一个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 是掉下来的啊 那你现在这个养气面罩不合格 那如果要是不合格的养气面罩 给人家用的话 那没有养气 那这个乘客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个零配件不合格 比如检查出来不合格 那么他是个流水作业啊 这个如果没有合格的产品上来的话 他这个工作或者是这个产品 你压在他这了 就往下走不下去啊 所以又把这个不合格的产品 继续装上去 这就导致了 就是不合格的产品上了飞机 再有呢 就是当发现了问题的时候 解决的时候怎么办 现在呢 波音公司采取了一种压制 或者封锁的办法 比如说这个官质量的工程师 已经有三十多年的经验了 对这个质量问题提出了大量的意见 或者建议 但是呢 波音公司不予理睬 那他就是双方吧 对部就是法庭了 那在就是上法庭之前呢 这个工程师呢 却自杀了 当然现在说法不一 那对于这样提出来问题的吹哨者 你不是给他包奖 或者是表扬奖励 而是说要压制他 要这个 就是封锁这样的消息 包括对新闻界 这些就是 我们前面讲的设计问题 维修问题 装配问题 质量问题 处理的方式 这些小问题就积成了大问题 这些较少的问题 就积攒成了较多的问题 就是咱们讲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最后包不住了 就是接连不断的出事故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些事故 并不是就是偶然的 或者是突然就发生的 而是说他逐渐的积累起来的 那么这样的问题一发生之后 导致的结果 就是整个的航空界 他就包括乘客 他对波音公司的这个产品不信任了 因为你建造或者打造一个品牌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这可能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 你才能把这个品牌树立起来 因为飞机要讲万时率 就是飞一万小时 谁的故障率最低 那才是说明安全性最好 本来他的波音飞机的口碑是非常好的 这是靠他的万时率 飞出来的 是靠你干出来的 而不是靠你吹出来的 但是现在你说毁掉一个品牌 可以说一夜之间 就可以把一个品牌完全给彻底的砸掉 因为你只要事故一多 这个马上你的万时率一下 这个就跌下来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就是当你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时候 而不是把质量安全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就是你的经营理念和你的文化理念改变的时候 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对于航空界来说 毕竟目前呢 在世界上主要民航领域就是占的份额比较多 或使用比较多的飞机呢 是波音的飞机和欧洲的空客的飞机 中国的C919呢 它只是一个刚刚起步 刚刚就是进入市场运营 那么其他的公司我想应该接受啊 就是波音公司的这个教训啊 就是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一定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 这样呢 才能树立自己的品牌 因为这样呢 就是乘客和用户才敢使用你的这个产品 不然的话呢 你想占有更多的份额 这就成了一句空话 所以这个任何时候 这个质量应该放在第一位 那么就是应该在这个产品出厂以前 把问题消灭掉 不要再等到反攻 再有一个呢 就是飞机是要上天的 那你一定要把问题和隐患处理在地面 而不能带上这个空中 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理 这个可能就是波音公司啊 它出的这些事故 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教训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